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后续到底整个大盘会怎么样发展呢 我们来请教专家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是李舟头顾资深分析师王兴杰 兴杰你好 兴杰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午安 虽然说在今天整个大盘持续在盘下来进行站档 但是还是有一些个别股 只要有题材就还是有表现的空间 只不过后续整个大盘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呢 一如我们平常预测的这个趋势没有改变吧 我想传到整个台股的一个趋势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会注意说 外资到底在搞什么 一下忽多忽空在操作 那我觉得说其实从整个外资的动作 其实投资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它在现货是持续在做个卖操的 代表它这边说这边大盘指数是要做震荡整理 然后它在期货这边你会发觉它是忽多忽空 所以也是其实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投资 现阶段外资也认为这边是一个整理盘 所以在整个大盘在现货部分长多了 它会做一些获利调节动作 但是因为大盘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所以它在其实是属于一个忽多忽空的一个 短线的一个价差操作 它跟这边的现在外资的动作 跟之前在整个4月下行到5月中旬的时候的 那个三多航行是不一样 所以当时我们从整个7688上来 到涨到8439也非常清楚肯定告诉投资 但是所谓的外资的三多航行 期货现货跟选择权同步做多 但是现在竟然不是在一个同步的情况下 所以这边是个震荡整理盘 那我认为其实在整个震荡整理盘 包含国际股市 虽然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反弹大涨130几点 但是如果你去看美国股市 它也没有创新高 美国股市也是在做一个区间的震荡整理 所以我觉得说针对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想我们一直强调 这个盘就是回撤8170到季线 那目前季线所扣底位置 已经慢慢接近我们所讲的8050上下附近了 所以我们讲的这波大概会回到多少 8050到8170这边 之后再往上做公结动作 短期间大盘指数就是一个 8000到8500点的区间震荡整理 那我认为如果在这边整个上半月 6月份的上半月可能跟上个月不一样 上个月5月份你会发觉是它是先上后下 先涨到520前后 之后开始大盘指数看到短线的高点 8439拉回整理 那我认为6月份的行情刚好相反 6月份会比较属于是先下来整理 到整个到可能在下旬或到月底 整个立院的临时会那边 有机会让新版的证所税三读通过的时候 对 要过之前前后附近 台股才会有机会发动另外一波公司 所以如果谈到这边6月份的台子期这边 可能我觉得说会在相对的低档的 结算的机率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说听到台子期在 6月份的台子期在相对低档 结算机率比较大 我也没有说要波段重挫 我讲的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在区间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讲的整理盘就是个股表现空间 就是让个头者布局下一波的强势主流股 也就是说当大盘指数回到8170到季线这边 也就是8050到8170这边 下一波要过8500公9000点 是从整个9000点到这边 是将近1000点的行情左右 所以下一波能够带领大盘指数供9000点的 千点行情的强势主流股 你要好好把握度 然后第二个就是虽然大盘指数在整理 但是我相信各投资者看得出来 也就是我们过去这几天一直在节目中所强调的 只要好的股票买点出现了 价位到了 攻击信号出现了 你都不用考虑今天大盘指数涨或跌 你就是怎么样 毫不犹豫勇于站在买方操作 所以意思是把指数放两旁 把个股放中间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大盘指数是小跌了9点 收在了8191点 而在成交量能的部分729亿元 其实在量能部分持续的 是呈现一个比较低迷的状况 所以就成如刚刚信杰特别提到的 其实一切都是选股为重 只不过选股也要选对股 对不对 因为有好多的个股 其实整个轮动速度非常的快 或者是强了一天之后就不强了 所以对的股票非常重要 这个时机点上信杰 你觉得什么样的个股 可能会是下一波强势主流 我想如果谈到 下一波强势主流股这边 导播可以慢慢帮我们带一下 大荧幕这边 我想我过去这段时间也讲过了 其实你只要掌握到 未来趋势方向是对的股票 就算你会发觉 它绝对不是一日的行情 也就是说昨天涨 然后今天就拉回 就没有什么行情 那这些主要短线的一个标的 如果投注你在整理盘里面 去追短线的强势股 你会不要今天买了 看到见量出量的时候去追价 可能明天又怎么样 一点点高点就开始做拉回整理 很容易在整个整理盘里面 容易追高杀低 被人家短套甚至受的伤害 可是你会发觉 我们过去在这段时间 只要我们给你推荐那些 强势的主流群这边 你会发觉 其实它的趋势方向 都是往上涨的 虽然不一定每天都会涨 但是到最后结果 到今天的收盘回过来看 你会发觉这些股票真的 每支股票真的叫做 虽然不是天天涨停板 但是真的是涨不停 好 那我们说 下一步的强势主流股 有包含哪边 第一个当然在整个 新版证所税的受惠股这边 虽然金融股最近看起来 这几天是相对弱势 我觉得这很正常 原因里有就是两个 第一个因为之前 新版的证所税怎么样 没有在五月底预期通过 所以本身 对 本身金融股 它就会有一个短线的 失望性卖压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刚刚也讲了 因为最近大盘指数在做整理 甚至可能六月份的期指 会在比较相对低档结算的情况下 所以外资这边会怎么样 法人这边会怎么样 金融股是全职股 我要让期指在相对低档结算 金融股一定短线会怎样 比较会受到压抑 所以金融股这边 本来在六月份的上半月 它是一个向下一个整理盘 但是向下整理盘 或是一个整理盘里面 并不是代表金融股 要波段重缩下去 我想我之前讲过 金融股的颈限 大概在870点上下附近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盘金融股有机会 再来回测这个怎么样 这个底部的一个景线区附近化 我认为仍然是寻求买点 而不是卖点 何况如果回过来整个大萤幕这边 我们讲嘛 新版的证锁税 有机会在这一次的立院的零食会 就是在六月下旬这边 排进去 甚至在这边三读通过的话 那我相信其实上礼拜五投资会应该看到一个现象 当如果新版的证锁税有机会怎么样通过的时候 你会发觉金融股一定会涨 相对大盘强势 第二个证券股一定会怎么样 非常的强 甚至是直接开盘拉涨停板 那我讲如果六月下旬 有机会新版证锁税 在立院零食会的时候三读通过 那我请问投资朋友 从现在六月上旬到六月中下旬这段时间 也就未来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金融股证券股拉回是要找买点 还是你认为反弹站在卖方 对不对 如果你这边不是利用拉回时间 开始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我请问投资朋友 你要等到整个新版证锁税 三读确定三读通过那一天 隔一天 股价开在涨停板 然后你再去排队追涨停板吗 我相信你也追不到 等到你追到又追到什么 一个波段的相对高档 又要拉回整理 所以还是应该是利用 这次拉回整理过程当中 反正我觉得 不是说叫你马上明天就下去买 我就讲大概最近这半个月 你可以逢低去锁定一下 好的金融股的下一步的强势买点 这是针对金融股 第二个我想说 为什么说好的标的都在这边里面 就是第三届营收获利成长股 因为我们现在今天已经六月四号了 整个第二季已经走了三分之二 我认为对 都已经快过完了 那这边也许短线部分有所谓的五月营收 所以五月营收好的标的 投资有短线可以注意 相对的五月营收比较差的标的 短线你就稍微避开一下 那是属于五月营收 但是我觉得五月营收怎么样 它各个都是反应过去 因为股价叫做反应未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你会发觉从整个大阪下来整理 看到8439下来整理过程当中 指数最近在创最近这两个 指数这两个礼拜是往下再做整理 甚至昨天在创短线的新低 如果以收盘价来讲 今天的收盘价是创了最近 这两个礼拜以来的新低 可是我们来看看各位导师 我们导播可以回答大萤幕这边 我们过去所讲的第三季的营收获利成长股 来第一个 今明年获利大幅成长营建资产股的部分 那我谈到营建资款股的部分 我相信我也不是把所有的25类的营建股 55类的营建股 甚至一些借格上市营建股 所有一团股票 全部都搬在节目当中跟头中分享 对不对 你会发觉我在跟你谈的营建股没有几支 第一档股票我们可以先看是说 打播可以看一下K线图252年贯得 贯得这档股票 我相信是过去这段时间 从25块半 我们就在节目中跟你分享 然后在投资讲座的时候 28块半也跟你分享过 我们说明年要赚7块钱 是不是明年会大幅成长的标的 今明年获利会大幅成长的标的 我相信它的趋势绝对是走多头 虽然贯得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它有没有每天涨停摆 没有 它有没有每天都收红 没有 也是涨涨跌跌跌跌跌过程当中 但是你会发觉最后一个结果 至少到昨天为止是大涨的 至少到今年为止 它仍然还在创整个波段新高 哪怕大盘加全指数 这波看到8039点 拉回做整理 你会发觉我们跟你讲的股票 只要产业趋势是往上的 它就是会怎么样 不管大盘 我悄悄地震荡走高 走有这些野路 除了2500管德之后 我们回过来看到大萤幕 也是我们过去这半个月 也来跟投资者分享的 2534的红胜这档股票 红胜这档股票 今天有点小的做手 我们也一直跟投资者讲 它的最主要就在这边 第三季要入账 现在第二季末了 第三季要入账的这边 EPS至少有5到7元 一般法人借股大概有6块钱上下附近 好 那我们说如果贯德市 明年才可以赚到7块钱 我现在股价已经涨到35块多了 如果今年第三季 就可以赚到67块钱的红胜 我们一直强调 有没有机会比价上扬 有吗 那你说比价上扬 有没有股价真的在往上涨 我想回过来看到2534红胜 到目前为止 今天又再创破断高了 今天盘中找盘市在创新高 当然会说 今天怎么开高走低收会下来 乃克投资者 过去我在讲的红胜这段时间 难道它有每天涨吗 没有啊 对 可是我觉得说 为什么不能它涨或跌 我都会在节目中跟你分享 这一档股票原因在哪边 你要利用拉回收买 不是利用昨天几涨的时候 去做追加动作 你会发觉利用拉回逢低买的时候 到最后结果你是会赚得到钱的 那我到目前为止 对大家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短期间就是未来在第三季这边 第二季末六月份或到第三季 就是有人力跟贯德做个比价动作 好那你说盈建股除了红胜 除了贯德 我知道头真的 你的心声我听到了 还有没有 对啊 对 还有没有 对 贯德已经涨到35块多了 对 我知道很多同事说 很后悔说当时在25块多 28块多 甚至在30块上下 没有跟着进场去买贯德 现在涨到35块多的 宏胜也是怎样 从24 25 26 27块多一直上来了 好那还有没有一些 我觉得说短期间有机会的 我想2005的国亚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去年它已经赚2.87元 那配股配息都在这边 第一季赚了0.52 第二个竹东的卖了一块 它在今年在竹东那边前阵子卖了一块地 将入账EPS贡献度有0.49元 换句话说如果以第一季加上竹东这个卖地 加起来EPS上半年至少就有多少 一块多 大概就有一块钱左右了 那最主要的我一直在讲的是说 上半年好那是上变的事情 股价都已经是事先买印 你现在看的就是下半年或者明年嘛 对不对 所以回过来就是下半年 国阳建设有什么力多在 高雄的豪宅国宴即将完工路障 全部完工路障 对它的EPS的贡献度 如果加上这边第一季的0.52元 竹东的卖地0.49元 如果再加上国宴今年的EPS有4块钱 去年赚2.87元 今年可以赚4块钱 那今年这4块钱从哪边来 上半年赚1块下半年赚3块 有没有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 对不对 红盛是属于第三季的路障高峰 对不对 贯德明年路障的高峰 EPS7块 那我今年在下半年有机会路障高峰的 2505国阳 导播可以带下它的K线图 你会发觉最近就是高档的震荡 我觉得这震荡我应该都还有机会怎么样 至少再创整个波段新高上去 我觉得这些好的营建股 尤其在下半年或者明年路障高峰的一些营建股 我觉得值得投资朋友在这边震荡风味 特别去做一个锁定的动作 其实发现最近市场上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族群 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好 除了我们刚刚特别讨论到营建之外 发现这纺织类股表现也非常的强劲 这性节我还记得在上个星期 你就特别帮我们点出来了 这个低价的一个纺织 我还记得是上星期五的事情 结果连涨了两天 昨天跟今天都持续的在往上走高 那后续的续航力还可以期待吗 我想其实谈到这边就是我们讲的 整个在整个低价的仿间股 所谓的比价行情在这边 我们之前讲 这波的仿间股 它是由下游的诚意带动 尤其是在美国的景气复苏 所以你会发觉 如虹巨洋的补价大涨 如虹股价都涨到两百多块 对不对 如虹巨洋大涨之后 我们之前有看到一档股票 可以导播可以带一下 可以线图 叫做什么 4401的东荣新 4401的东荣新 这档股票当时也是很标 也是从230块 230块怎么样 这一波直接拉到今天 你会发觉还在创整个波段新高 已经来到90几块 为什么 它是属于如虹的上游 好 那我们说从整个成一 到最后的东荣新这些大涨 你会发觉1451 也是我们在上礼拜 跟同志们分享的 年薪这一波 有没有在上礼拜 连续的短线的急拉 在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对不对 好 那这些大涨之后 我们讲 慢慢是会走到 如果下游营收好的情况之下 紧推回来是怎么样 会回到什么 中上游这一块 所以在中上游这一块 如果搁头之后 你特别去注意 目前的一些 所谓的仿牵原料 原物料的报价 比如像在加工师 比如像在梨龙的报价 其实它最近都是在往上涨的 那如果谈到梨龙的报价部分 是不是在谈到 1447的利棚这档股票 你会发觉 为什么它的股价 也是悄悄震荡走高 我们在礼拜五才提到之后 昨天是一根涨停板 今天虽然稍微开高走低拉回 但是我觉得它的趋势 还是创新高 1466的聚龙 它也是属于梨龙的标的 在昨天拉一根涨停板之后 今天开高走低拉回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短线的震荡 我至少在整个中期的底部 都已经打完整的情况下 其实风行都不是很大 再来谈到整个 所谓的低价仿牵股这边 我觉得戈头之后 你去看 很多低价的仿牵股 它大概都是 每一年都是小赚小赔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 我的什么 我的股价都远低于美股的净值 我觉得说这些股价 如果远低于美股净值的 一些标的 倒是投资朋友 甚至它有一些资产题材的 我觉得都可以特别留意 比如像在1463的强盛 这是我们之前也想过的一档股票 有都跟题材的家事 对 都跟题材的 对 罗斯福路那边 未来的EPS高达5到8元 这一波你会发觉 一直在悄悄震荡走高 创新高 从12块多 我们再讲已经涨到16块 再来看到1455的急盛 它也是属于怎么样 整个尼龙的这一块的 加工师的一些题材 股价目前也是低于美股的净值 现在股价也是悄悄在创新高 那如果立彭吉盛会长 回过来是不是1444的立立 对 目前股价在美股净值上下附近 对 也都是一个获利的股票 我觉得这些股票可以特别 甚至在1423的立华 虽然它没有什么赚钱 但是美股净值有高达11块多 请问一下 美股净值有11块多 但是股价值有7块多 还有1409的新签 这几年都是在小幅获利的情况之下 而且在整个南坎地方 又高达十几万平的土地 对不对 又是于桃源航空城的概念股 那我觉得说美股净值 甚至高达14.98元 我觉得这些股票 应该未来投资者都可以特别注意 进可攻退可守 好 所以说其实在整个低价 纺织的部分 已经是掀起了一个比价行情 后续我们会持续的 为大家一起来做个追踪 只不过广告之前 这杏姐有没有特别提醒投资人的呢 我想我们今天有个活动 就是说在整个通关密语里面 就是今日的主持人 这个美女主播 其实美女主播是谁 我相信这个不用我多讲 但是这个很重要 一定投资人要打得出来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今天特别要提供给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好礼要给投资人分享 就是我们家族成员的 金赚的家族成员的 从明天开始6月15号 到端午节的前一天 6月11号 这过未来的这一个 礼拜时间的盘中的讯息 为什么要提供这个讯息 给投资人 因为我相信很多投资人的新生 我都有收到 他说 老师你在节目中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股票 甚至有时候也收了我们一些 个股的研究报告 但是我们找不到 盘中找不到一个 最好的切入的买点 怎么买 这个价位要怎么买 那我觉得说干脆我们今天 只要你把这个通关密语 答得出来 那我们就把怎么样 从明天开始 到端午节的前一天 6月5号到6月11号 我们金赚家族的盘中讯息 我们直接提供给个投资朋友 跟你分享 好 所以指标股 点出来了之后呢 还要告诉投资 如何积极的切入吧 直播整个盘面上 还有哪些指标股呢 我们设置一下 马上带你来看 在外面跑业务 哪敢喝牛奶 一喝牛奶 肚子就作怪 以营养学角度 牛奶是摄取蛋白质 和钙质营养的最佳来源 但国人的体质超过4成 有乳糖不耐症 快乐健康奶 分解乳糖 变成半乳寡糖 GOS 肠道变健康 钙质营养吸收变快 有助改善传统牛奶的缺点 哇 肚子好健康哦 早晚一杯 缺少的钙质营养 轻松帮你补回来 艾滋味快乐健康奶 你还在用传统方法对付张啊 威灭灭张队 连锁杀张 延续强效 威灭出手 一支不留 威灭灭张队 天天立顺势 让你问带来滚 我孙子最该滚的推荐 吃糖 糖尿便不能吃太多糖 哦 阿嬷 阿嬷 你 我是睡着啦 那你怎么没感觉 但末梢血液循环不良 就会产生问题 寻力宁含银杏叶萃取物 可辅助改善末梢血液流动速率 寻力宁低计定计寻力宁 输赔严选 村里无陷不落 阿嬷无陷不倦 一丁秋雨一丁寒 冬天后较多麻烦 预测早一步 冷卵我知道 我是罗瑞城 阿城在三里 不管是刮风下雨 还是清风湾 还是健康去去 给你出门四个季 88路线进站 本车开往台湖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够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最后的消息变成 三里财经台在88频道 范玉华 蔡伟婷 李星云 杨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台湖的起点就在 三里财经台 锁叮巴巴 每天发发 五天心表飞鸣 咕噜咕噜 心表飞鸣活性乳酸菌 咕噜咕噜 通过微酸一样有活力 咕噜咕噜 有效解决步障 负现 咕噜咕噜 帮助解决便秘 出笑话 Yes 我的肠道守护者 五天心表飞鸣 欢迎回来 我们刚刚就提到了 其实好多的传统产业的一些族群 在最近都是强势的表态了 其实还有一个族群 我们刚刚还没有提到 到底是什么呢 杏杰帮我们直接带一下吧 我想其实你会发觉 各位亲爱的投资 如果你是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的忠实观众 你会发觉 我看好的标的 我们在操作标的 几乎都在这边 其实那这些股票 到最后今天为止 除了金融股 刚好我们在说 六月上旬还是一个整理盘 还没有发动之外 营建股也悄悄地在震荡走高 对不对 甚至在整个LED的族群 我相信过去这几天 巴尔在雷迪克 同心电 金电一光 股价也都是在 创整个近期的波段 行高上去 我想七月生技展 这边的低本益比的生技股 我们待会再谈 我相信今天的整个 生技股 有没有相对大盘强势 多档量增档停板 投资本也是有目共睹的 好 房间股 我们刚刚也提过了 我觉得震荡拉回应该是早买点 再来就是在汽车零主界的这一块 所以谈到整个汽车零主界这边 我们想过去这段时间 也是之前曾经跟投资分享过 在6279的湖联这档股票 股价从50块大早到70块 我们讲了嘛 中美日 中国 美国 日本 它的汽车销售量 数据都是创新高的情况下 都是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所以相关的一些 汽车零主界股票 我们也讲过 震荡峰回都可以特别留意 比方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提到像1319的东洋 对 做汽车保险感的东洋 1319的东洋 你会发觉股价一直悄悄震荡走高 到最近这两天 大盘指数在做整理 创了最近这半个月的新低 但是我跟你谈的股票 一直持续在创新高 1536的核大 有没有再创整个波段新高上去 对不对 再做整个变数箱的核大 另外在于怎么样 8255的蓬城 这档股票今天盘中涨停板 也在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有没有825的蓬城 它是属于车用的怎么样 车用的一个什么二极体的部分 电子的二极体这边 今天有没有发觉 股价持续创造波段新高 甚至在整个我们讲过 汽车零嘴界这边 另外这些股票大涨之后 最近在做一个 创新高之后 稍微再做一个短线震荡整理了 比如像在车用的什么 印刷电路板这一块 电子的印刷电路板的 235的进棚 你会发觉也是在前几天 创新高之后 这几天拉回是亮缩的震荡整理 好 那我们讲吧 涨的时候是放亮 拉回的时候亮缩是干嘛 这是标准的价量 多头的价量的走势 我觉得拉回亮缩 仍然应该是找买点 如果以它今年EPS 至少4块起跳 其实本益比值有多少 大概在10倍左右 如果以它今年可以配 两块半的现金股息的话 其实它的股息值率 有高达多少 5点多%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 汽车零组件这边 像竞棚这些股票 仍然是进可攻退可守 拉回应该都可以 当头之后积极找买点的好标的 好 所以说一些 汽车零组件的股价 在今天已经再创新高了 其实刚刚欣典也特别提到了 这拉回都是一个 很好的积极潜入时机点 对 没有错 只不过今天有一个族群 在今天转强 是我们谈了好久的生计 好想其实在生计股 我们之前谈过了 对不对 因为在整个生计的一个 什么发展条例过关之后 短期间生计股做个什么 利多出境做个 短线的涨度拉回 那我一直跟头上讲 股价是事先反应 比方说未来有新版的证所税 在这个月底会三度通过 那未来在整个中下旬之后 证所对的受惠干领股 你就要特别去留意 那如果第二个 7月有生计展 我们知道它生计展在什么 在新药 在什么 在整个新的一材七材这边 所以我说如果7月份的生计展 股价叫做事先反应 你从6月份这边 是开始就要买这些标的 所以我们谈到整个7月的 生计展这边的标的 来 打播可以带一下 今天你会发觉 很多股票都是相对强势的 好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些 K线读 像4.1.2.1的优胜 也是一样做血压计的优胜 今天有没有一根涨停板 才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有没有 今天优胜再涨停板再创新高 4.1.2.0有滑 对不对 今天也是一根涨停板 短线见到高点 拉回整理之后 今天再一根涨停板上去 现在是一个攻击宣号吗 对 这个都是一个 我是觉得短期间都是 盘间往上盘间 都是没有什么意外的 甚至我们之前讲过的 4.1.3的百略 有没有 从整个六十几块这边来 导播这边 六十七八块这边 六十九块这边 这一波上去 短短一个月 涨幅高达四成 当然来到这边 百元上下百略 我有没有讲过吗 你就不用再去过度 短期间看它 那回过来是说 有没有类似优胜 类似太一 类似1788信仓 甚至在8.4.3胜宏 今天也是股价 拉到涨停板的一些标的 好 那我们谈到这些 就回过来导播麻烦带一下 我们在最近在节目中 跟同志们分享的这档股票 我想这档百略第二 你会发觉 它也是股价在这边 震荡整理过程当 第一个它主要是从事什么 上呼吸道的什么 维护化剂 对不对 你会发觉它是领先 其他的生计股 很多生计股是今天 才开始亮灯涨停板 拉出第一根的涨停板 发动攻击 但是它是早在前两三天 上礼拜的时候 就已经先拉出涨停板 再往上再做攻击的动作 当然短线这几天 我们也讲的 因为它碰到际线的怎么样 际线的反压 会短线会有震荡整体几天 但是一旦注意 这个百略第二 一旦未来这边 有机会放量突破际线 那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准备要突破新高 是往什么 再往上做攻击 甚至向百略来做个比较空间 那为什么有机会比较 你要看它最近这两三年的EPS 前年是负0.76也没有赚钱 去年油亏转赢赚了1.92 今年更是夸张 第一季就赚了1.22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4.5到5块钱 等于它今年的获利 即将逼近百略 那如我目前股价差百略 还差了多少 差了将近八成左右 至少有七成的价差 所以我认为说 百略第二这张股票 投资你要好好把握 未来这两天的震荡峰会 好好把握一个买点 不要到时候类似百略 喷出去了 你又后悔 没有再抵挡做布局的动作 好 所以说呢 其实最后30秒 其实马上就要收尾了 我们来关心到 在今天的通关密语的部分 其实信杰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到底是谁 就是我本人了 如果说成功回答的话 我想这个最主要 为什么要给投资者 就是说 因为我们好的标的 推荐给朋友投资者 但是很多投资者反应 是说他在盘中 找不到及时的买点 所以你只要今天的通关密语 答对之后 我们今这样专注 未来一周的怎么样 盘中的讯息 我们都会怎么样 第一时间 透过你的手机 跟投资者做个分享 好 谢谢信杰 为我们带来这集时的分析 那爸爸金慧 我们明天再见